别舔了别舔了 不谁也那么知道会不会成功啊 听说他是舔狗乱葬岗 那我要去 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看电影 但这时间太晚我该回家了 走吧 这是 哦这是我朋友来接我了 你在吗 我给你发微信没问题 打电话也没接 你是不是心里的不舒服 你在家吗 为什么一定要当舔狗 如果不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看恋爱又有什么意义 傻子你当过舔狗吗 什么叫舔狗 舔狗就是给别人花钱 对别人虚寒问暖 别人还对你置之不理 嫌你烦 我叫舔狗 我妈妈叫舔狗 你干嘛呀 我刚睡醒啊 那睡觉谁能回消息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看到了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你消息啊 没回就没回啊 没回又怎么了呀 谁规定你发消息 我就一定要回你啊 大家都是成年人 你能不能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 你没事就跟我说你去吃饭了 你去睡一觉了 你去干嘛干嘛干嘛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请问 我一点都不关心你这些啊 有什么意义呢 你跟我说这些 那我说了回答 嗯嗯知道了 好明白了 那我还能回什么呢 你告诉我 我真无语了 你这也能怪我啊 我不是都回你了吗 你还要我怎么样啊 你要求怎么这么多呀 哎我真服了 你怎么这么交情啊 跟你谈恋爱好累啊 跟你在一起 我都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了 我真的很讨厌你这种人啊 你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这样 为什么你现在成这样了呀 我说了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啊 只是打打游戏而已啊 又没有干什么 你非要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那你要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呀 我又不是神仙 我又不能改变你的想法 随便吧随便吧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行吗 我语了 干嘛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就变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反馈啊 我又不喜欢你 是你追的我呀 你说我能回你 你就很开心了 当初我说了 我不想谈恋爱 哎你管我为啥不想呢 我不想跟你谈行了吧 为什么你喜欢我 我就要喜欢你啊 什么道理啊 你能不能不要给我发那些小作文了呀 我看着真的头巨痛 我又不是高考的老师 你发作文给我看 有什么意义呢 你爱发给谁看 你就发给谁看行吗 你发这些你以为我会很感动吗 你以为我想了解你那什么不为人知的小角落 你是青春偶像剧看多了还是小说看多了呀 我真的觉得你好脑瘫啊 你做这些只会让我觉得很无语 我给你把话说死吧 你又得伤心 我给你一点甜头呢 你又想入非非 你给我送早饭怎么了 送花怎么了 啊 送口红又怎么了 是我让你送的吗 我过生日你非得给我 还带着一堆肉麻的情话 你真的好恶心啊 你也不想想你什么身份 你看不到希望不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喜欢我我就一定要给你什么回应吗 我跟朋友出去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管我干什么啊 有你什么事啊 你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廉价到底的倒贴货赌吗 我真服了我跟你说两句话就是我给你机会了是吗 你喜欢我你就直说呀 不好意思说你就花钱花心思呀 又不花心思又不花钱呢 你就在那做我换想什么呀 你还对我说那么恶心那么越界的话 你自己不觉得你很尴尬吗 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啊 你凭什么认为你喜欢我就喜欢你啊 你这什么逻辑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相信我看到了不想回我就不回啊 怎么了 我不可以不回吗 我不想估计你的感受 别发了行不行啊 我不回消息你就当我睡着了行吗 我和别人打游戏怎么了啊 只是玩游戏而已啊又不干嘛啊 你又不是我对象 你管我那么宽干什么啊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什么叫我吊着你啊 我没有吊着你啊 你自己要喜欢我的呀 喜欢我那么委屈你不要喜欢我啊 谁求得你喜欢我了一样啊 我真的无语了 我说过之前回你消息 就是出于礼貌才回的消息啊 你自己想太多 在那自作多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你现在就像 一直舔不到人的舔狗一样 恶心死了 真晦气啊你